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想想看了一期视频才知道 原来分别的号是这么简单的 我也是打算给大家普及一下封号的原理 相信卖过账号的小伴都知道 把号上架到第三平台的时候是不能显示出名字的 不然的话网易很容易就能制裁你 我懂啊原来封号这么简单 只要把别人的账号信息挂到第三方 网易就会直接给他封号 没错你还挺聪明的嘛 这样的话不会很高嘛 要是别人不开心直接把仇家的信息挂上去 那封个一年时间甚至永久都可以啊 却是很坑但也没办法 之前小强和客服聊了很久 他也说帮我处理一下 找了好几天 最后发了个不正式的账号信息给我 现在想起来绝对是有恶意举报我了 小强是受害者很清楚被人封号的感觉 那滋味绝对不好受 我是很讨厌的 小强也建议小伴们不要随便去恶搞举报别人 我发这期视频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点 并不是教你们如何去封号 如果人人都这么做的话 玩这游戏也就没意思了 在游戏里面你打不过可以去杠去变强 在不进你也可以去仇人营地皮 没必要去封别人的号 这样太补道德了 这些恶意举报的人 简直比口外分子还要过分 希望官方能优化一下举报系统 随随便便都能举报成功的话 游戏迟早会乱套的 现在想起来的情况不太妙啊 咱们皮过头了被整个营地的人追上 能不追查你吗 一来就灭了好几个人 不听话没想怪了 我的妈呀 后面一群秘密麻烦的交易 看着贼恐怖 咱们还是赶紧溜吧 要是被逮到肯定瞬间凉凉了 回来现场还想偷袭一波的 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了 你真的明是带卦吗 这样多谁看不见你啊 刚才不是有个人没看见吗 我还以为能混过去呢 现在他们两面夹击 我像你也逃不掉了 哎呦去 小文你就别信责热货了 快给我资个罩 我真的快凉了 能有啥办法 你装备太差了 根本扛不住他们的输出 哦哦 他们还丢了个减速药剂 这波想不良都不可能咯 路线不大啊 不然的话咱还能再疲一会儿呢 哎好像没追上了 有点希望 我去冲进来一个武士 这下王当了 没想像小强还是被制裁了 有点无奈 好啦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